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 星期日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首先話說新田圍村出現了疑似的縱火狂徒 令兩麻酸要昏迷宋縣 情況如何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一下 另邊廂北角亦發生了一宗倫常的慘劇 據了解有一個歲半的女嬰被勒死 24歲的母親被捕 情況如何 我們一起看看 另邊廂北角亦講講各大最新的情況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新田圍村的單位陷入火海 兩人昏迷宋縣 疑似走廊燒雜物的縱火狂徒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沙田新田圍村發生縱火案 兩人陷入昏迷宋縣 一名男子當場被捕 今天4月24日凌晨2時多 警方接獲多個報案 有人在沙田新田圍村封圍樓19樓走廊縱火 多人被困屋內 警方和消防接報到場 發現一個單位起火 消防開兩喉4煙舞隊灌救 消防從大廈救出多名傷者 並在起火單位旁邊的單位中 發現一男一女住客昏迷 消防員隨即將他們救出 送往醫院搶救 警方在19樓梯間發現一名男子 並在他身上發現兩把刀 懷疑他與案有關 隨即將他拘捕 那名被捕的57歲姓房男子頭髮燒照 身體多處昏黑 他被捕受傷 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 事件中有6人被送往醫院救治 涉案的男子涉嫌縱火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警方現證調查事件中 由讀者可見的片段 事發時大廈高層一個單位起火 火勢相當慢烈 消防接報到場 出動兩喉4煙舞隊把火救息 消防在起火單位旁邊的單位 救出一位76歲婆婆 和一名28歲男子 兩人是麻酸的關係 兩人被救時因為吸入濃煙不適而陷入昏迷 男子需要進行心肺復甦法搶救 另外有一位是74歲的老翁氣喘 一位7歲大的兒童頭暈 和一個6個月大的幼兒不適 需要送院治理 他們送院後清醒 事件中若沒有400名居民 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 居民五先生指事發時 有人在單位門口的位置燃燒雜物 其後火勢迅速蔓延 波及屋內的雜物 大量農鷹由單位冒出 旁邊一個單位有人被困 其後和其他住戶都下層拖喉灌 不過水喉就不夠長 只能在門外射水 其後消防員趕到現場 將被困屋內的住戶救出 他指被捕的男子在上子居住超過10年 與妻兒離異 現在獨居上子經常自言自語 有些精神彷彿 希望事件中的兩麻酸能大步濫掛 而事件中的縱火狂逃亦已落網 究竟有何動機與原因仍然在調查中 另一則新聞 根據HK01的報道 不覺劏房命案改為列兇殺案 涉嫌辣死了歲半女嬰 24歲的母親被捕 事件由老爺婆婆登門揭發 現場遺下了一個若婉的空樽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19個月大的女嬰 在日前4月23日 在北角英皇道一間劏房裡 被發現昏迷倒臥床上 項部有傷痕 在現場被證實死亡 她的24歲姓樓的母親項部亦有傷痕 清醒送院 警方重案組和鑑證科人員到達現場調查和守證 發現遺書和教索帶 懷疑女嬰被勒死 今天凌晨將案件列為兇殺案 並拘捕那個母親 一名中年婦亦在現場被警方 大返警署接受調查 據悉上指是劏房單位 兩人是母女的關係 那對母女同住北角禮宮大廈 一個劏房單位約莫三個月 老爺和婆婆平均每個星期都會登門探訪一次 老爺和婆婆昨晚9時多如常去到上指探望時 經見女嬰昏迷不醒 母親就躺在女嬰隔離神志不清 附近唯有一些若縣空盡 兩老於是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到場 替女嬰進行急救 可惜女嬰最終回天罰術 而母親經治理下回復清醒 她頸部有紅腫 送院時情緒激動 事件中的女嬰相當無辜 只有歲半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為何會發生這件事仍然不知為何 要上代調查 亦說是老爺、婆婆登門時才發現這種慘劇 另邊商亦和各位網友講講另一宗新聞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火炭、天橋、碩士、摩洛擊中私家車 橋底露出鋼筋 好牙煙 報導的內文是 火炭發生天橋、碩士、摩洛事故 事件中波及了一架停泊在橋下的私家車 下午5時半警方接獲一位聖層的女子報案 指她的私家車停泊在火炭的咪標露天停車場 期間有一個碩士在天橋摩洛擊中私家車的車頭蓋 及擋風玻璃碎石散落一地 警方到場調發現攝氏的碩士面積約1米x0.5米長 在說發現攝氏的碩士面積約1米x0.5米 事件中無人受傷事後亦通知路政署到場檢查橋生 大家看到照片相當嚴重 打破了私家車的擋風玻璃及車頭蓋 幸好事件中無人受傷 據街坊了解那裡有很多街坊會下車和街坊吹水 幸好事件中無人中招 在相關停車場拍車的路友記要多加留意 另邊商亦和各位網友說過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獲派尼木樹邨的舊公屋 小紅書的女生擔心九龍搬到荃灣會住不慣 街坊這樣解答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獲編去公屋已經很幸福 有個女生日前在小紅書分行 她讀大學時家人開始抽公屋 曾經因為收入嚴重超額被罰再等待 如今已經畢業五年 今年年初獲派長康村的單位 但因為是最低層 沒有接受 到早前獲派尼木樹二村的單位 仍然擔心住幻土瓜灣突然要去荃灣真的有點不關 但又不敢等第三次派樓 所以唯有接受 又說父親原本首選是沙田和馬安山 雖然有部分網民力勸樓主等第三次機會 但很多人認為硬要等新屋的想法不像實際 更有尼木樹的街坊大站該區的交通配套很好 最後這個女生親自去了尼木樹走一走 大站真的很舒服 空氣又不錯 看屋之後應該會簽約 有一位女網民日前在小紅書發貼文 今年一月家人第一次獲派公屋 但當時派了長康村康順樓 又覺得位置有點偏僻 又是二樓低層所以回絕了 等了三個月終於派第二次 獲派尼木樹二村 他原本住慣土瓜灣 恐怕突然搬到荃灣就不太習慣 但因為不敢等第三次 打算接受偏配 並問網民尼木樹區內的情況 這個女生未有明確說到輪候公屋的時間 但就說讀大學已經正式申請 現在畢業已經五年 因為家庭環境複雜 她第一次見房署主任是2019年2月 當時她收入嚴重超額 擔心虛報資料後果嚴重 如實填寫人工被罰重申等候審查 第二次見到房署主任已經是2020年事 懷疑因為疫情關係 當日對方不在辦公室也沒有通知 到2021年中再收到信 今年1月突然收到第一次派樓 父親原本想抽中沙田或馬鞍山區 但沒有餘願 這個女生指梨木樹二村雖然是三十多年舊樓 但看似交通飲食方面都還可以 她說害怕第三次很差 一眾網友夾粉給了很多意見給這位女生 最後這個女生對梨木樹村非常有興趣 公屋的確只能派三次樓 在礦製做了十多年的地區工作不是沒有第四次 不過很麻煩 你又要找很多證明社工推薦 令到房署接納等等 結果三次偏培的確若然到第三次 你都不要的話 你有機會過一次冷河才能再重申公屋 對很多輪候公屋的人來說寧願要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粗粗地先要 因為你不要的話 你真的要等很久才能再次上公屋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篇繼續聊天